各位,這條一則新聞 有沒有搞錯? 日本有個男人出車禍 送醫途中被檢院出新冠陽性 救護車人員傻眼 把他送回事故現場 送回事故現場 這麼離譜的新聞 是不是真的呢? 台灣的《一新聞》 我們知道《一新聞》是非常可靠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新聞》 來自《一新聞》 題目是 日南車禍送醫檢出陽性遭拒收 警備載回事故現場 這個新聞是2022年8月14日 昨天的記者叫黃雨晨 好了,看看內文說什麼 內文說 日本第七波疫情持續燃燒 當地感染人數連續三個星期 創造全球最高 日前有個男子出車禍 送醫院途中被檢出陽性 慘租醫院拒收 救護員不得已 只可把男子調回車禍現場 彌補事件 讓不少網友看得傻眼 我都傻眼 否則不會和大家讀 這樣的事都可以發生 這是日本 不是在台灣 也不是在中國 也不是在香港 這是日本的事件